北平郭校位在新竹县新浦镇的偏僻村落 校内很多学生是单亲家庭或隔代教养 父母因为讨生活得早出晚归 孩子的早餐也就经常没有着落 接下来的新闻带您来看到 学校旁的杂货店老板娘 因此不仅义务为这些孩子做早餐 还免费为学生课后辅导 六年来从未间断 无私的爱令人感动 小朋友我们的生饼好了 耶 香喷喷的松饼煮好了 好香喔 一会儿拌面糊烤松饼 一会儿冲泡巧克力牛奶 小朋友口中的小店阿姨 一大早就在厨房里忙着 为二十多个孩子准备营养早餐 很多的家长没有办法 为他们的小孩子准备早餐 那我想说我要准备我的小孩子的早餐 我就一起准备他们的食材 大家可以有 有就是说你可以一起聚在一起吃早餐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每天一放学家货店里里外外都显得好热闹 张小姐一边忙着招呼生意 一边还义务为学生客户辅导 在我们乡下的那些父母呢 因为都是单亲或者是隔代教养 那对于他们送到街上的安亲班的单队 非常地沉重 那我们就是有多余的能力就可以照顾邻里的小孩 我妈妈要上班到很晚 而且又是外籍新娘 所以没办法教我空课我才来这里 于是不求回报的付出 小朋友也以好成绩回馈小店阿姨的爱心 以前都考六十几 现在阿姨让我反复练习我考一百分的 我要谢谢阿姨那么努力地教我们读书 当看到小孩子的成绩进步 这当然是给我跟给父母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虽然对他们付出了很多 可是我觉得我们彼此之间得到了喜悦 回乡小时候 妈妈对自己付出的爱心 张小姐希望能将爱传承下去 让偏向小孩多得到关怀和帮助 新唐亚太电视 黄定国林秋霞 台湾新竹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